哈囉大家好我是羽 讓大家久等了 我們的ZenFone 7錄影評測終於出爐了 這次的功能因為非常的多 所以我也花了很多的心力跟時間來製作這部影片 如果你看完之後覺得不錯的話 希望主頻道跟副頻道都可以幫我訂閱一下喔 那我們就進入我們的評測吧 先跟大家說明一下我們這一次錄影評測有哪些內容 首先會有日間跟夜間的防手震 定點錄影 還有遙境錄影的對比測試 另外我們也會做收音的測試 還有錄影視野的比較 那我們就開始吧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日間防手震的測試 那因為我只有一台手機 然後我也不是機器人 所以沒有辦法每一次都走出一樣的震動幅度 所以這個影片主要是給你們參考用的 並不是非常準確的一個測試喔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超廣角鏡頭 在走路的情況之下 它的防手震表現是如何 這裡有兩種解析度跟兩種幀率 那我們開始吧 從這個影片裡面看起來 我自己是覺得 在同樣解析度的情況之下 30幀好像穩定度是比60幀來的高的 但是在同樣幀率的情況之下 1080的穩定性是比4K來的高的 這是我自己目前看下來的一個看法 應該是這個樣子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主鏡頭的部分 一樣是兩種解析度跟兩種幀率 那我們開始囉 這個畫面的表現 其實我個人得到的結論跟剛剛是一樣的 就是同一個解析度 幀率比較低的穩定性比較好 同一個幀率底下 解析度比較低的穩定性也是比較好的 那因為這次有加入了一個超級防手震的模式 所以我們也來對比一下 這個是超廣角的部分 左邊是一般模式 右邊是超級防手震模式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它的效果吧 從這個影片裡面看起來 雖然我每一次走路的震動幅度可能不太一樣 但是這個超級防手震有沒有開 它的差異似乎沒有非常大 那也有可能是因為超廣角本身它就已經很穩了 所以超級防手震沒有辦法顯示出它的威力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主鏡頭 主鏡頭的話超級防手震可能就會比較有幫助吧 那從這個畫面裡面看起來呢 我覺得好像還是差異不大 那也有可能是因為我現在是用走路吧 那我們等一下會看一下跑步的畫面 可能就會比較明顯一點 好了走路的看完了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小跑步的 這個是超廣角的部分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表現吧 從這個畫面上面看起來我覺得 得到的結論基本上跟剛剛走路是一樣的 不過有一點比較不同的地方是 這一次我們可以看到30幀跟60幀的差異 是比較大一點點的 剛剛在走路的時候 30幀跟60幀的差異雖然有 但是沒有像現在這麼明顯 所以在跑步的情況之下 30幀的表現會比60幀好像蠻多的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主鏡頭的部分吧 看它在跑步的時候表現是怎樣 從這個畫面裡面看起來 我覺得它好像差距就沒有剛剛超廣角的 來的那麼明顯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一樣的感覺 就是30幀跟60幀的晃動上 基本上看起來差距並沒有那麼大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超級防守陣 在超廣角的時候 如果跑步的話它能夠有怎樣的表現 這個測試應該蠻讓人期待的 那從這個畫面看起來呢 我覺得雖然震動的幅度增加了 但是超級防守陣有沒有開的差異 似乎並沒有我想像中的那麼大 就是也沒有穩定到我想像中的那麼穩這樣子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在主鏡頭的部分 超級防守陣跑步的時候 會不會有比較明顯的差異吧 從這個左邊跟右邊的畫面看起來 我個人覺得好像沒有什麼差異耶 你們可以自己回去再看一次 然後看看有沒有什麼差異這樣子 看完了日間的防守陣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定點錄影的表現 那這個部分會有各個解析度的畫面 不過因為我上傳的時候會壓縮到1080p 所以它的差異可能就不會那麼明顯 如果你有需要看原始檔的話 你可以到說明欄裡面 我會把連結放在那邊給你們下載 那你們就可以自己去看一下這些檔案 第一個我們先來看超廣角的定點錄影 那這個地方上面會有解析度跟幀率 然後我會把它四個畫面都先放過一次 後面會有一個是四個畫面在一起的對比 然後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那我們就看完之後 我再用暫停的方式 來跟大家分享我看到的東西 那你們也可以觀察一下自己看到的內容 看看跟我的想法有沒有一樣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有哪些細節可以看吧 其實看這種東西主要是看它在不同幀率 跟不同解析度之間的差異 那如果晚上的話還可以多看一下曝光的部分 因為之前我有做過另外一個評測 某一隻手機它在60幀的時候畫質都會特別差 所以那隻手機就比較適合在30幀的情況之下去錄製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在任奉7來講它的超廣角到底差距在哪些地方吧 首先我們先從1080P的30幀到60幀的切換來看一下 那從這樣子對比看起來 30幀跟60幀它在畫質上的差異並沒有說非常的明顯 甚至幾乎看不出差異 那接著我們再看看108060跟4K30的差別吧 其實看得出來4K的畫質是有略好一點 而且這個畫面是已經壓縮成1080P過的 所以你們如果看原始檔應該會再更明顯一點點 但是整體來講差異並沒有到非常大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就可以斟酌 如果你沒有必要讓後面真的那麼清楚的話 就是這個微小的差異 其實你可以考慮用1080P來錄製 可以省下更多的空間 因為它這一次 1080P30幀的位元數率是20Mbps左右 然後60幀大概是30Mbps左右 4K30幀大概是50Mbps左右 然後在4K60幀大概是80Mbps左右 所以1080P30幀跟4K60幀的檔案大小會差到4倍 這個部分大家可以去斟酌一下 就是在錄影的時候如果以超廣角來講 沒有必要的話我就會選用1080P去錄製 來節省一些空間這樣子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主鏡頭的定點錄影表現 那一樣會有4個畫面給大家看 那我們看完之後 再來說明我看到的內容 在主鏡頭的部分 我們1080P30幀跟60幀 在畫質上面似乎有一點點的差異 不過並沒有非常大 感覺60幀的畫質似乎稍微好一點點 然後我們看一下1080P跟4K的差異 這個差異就稍微大了一點點 你可以看到那個字很明顯的都是比較清楚一點 比較沒有那麼模糊 所以這個地方如果是用主鏡頭的話 我覺得可以考慮用4K下去拍攝 這個畫質的提升會比較多一點點 不過4K30幀跟60幀 看起來的畫質差異就不大了 但是他們有其他差異會在後面體現出來 那我們等一下後面再來看 它在幀率上的差異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然後不要忘記了 我們還有一個超級防手震模式 它在定點的時候可不可以幫助我們拿得更穩呢 讓我們來看一下吧 首先這個是1080P30幀 那如果後面有寫一個S的 就是超級防手震模式 所以你們可以看一下 那從這邊其實我們剛剛這樣切換過來 已經很明顯看到第一個缺點 就是它的視野是不一樣的 所以在超級防手震模式之下 視野是會被裁切的 然後其他的東西我們可能等一下 再來逐一的檢視吧 那除了我們剛剛看到那個視野的差異之外啊 那個其實非常明顯 就是有超級防手震的視野是明顯比較窄的 那在畫質上呢 其實看得出來有超級防手震是稍微差一點點 這個感覺好像是 它把原本沒有超級防手震的地方裁切之後 放大的那種感覺 所以這個模糊應該是這樣子來的吧 然後我們看一下60幀的部分 60幀也是一樣 就是有一種放大之後稍微一點點模糊的感覺 像這樣子 好所以呢 這個東西我是覺得 我們剛剛這樣看錄影下來 它的拿的時候 其實不管有沒有開超級防手震 你在手持的時候 它基本上呈現的都還蠻穩定的 就是並沒有那種上下晃動的一個情況 所以我是覺得 超級防手震在定點錄影的時候 以超廣角來講是可以不用開的 不過有一些人可能會追求畫質嘛 所以呢他就會用主鏡頭去錄影 那主鏡頭的焦段是比較長的 所以也許我在定點拿的時候就比較容易晃動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在定點的時候 主鏡頭它的一個表現 以及它超級防手震的一個表現吧 那因為主鏡頭的焦段比較長嘛 所以我這樣拿著 目前看起來我是覺得 好像還蠻穩的 然後這個超級防手震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這個模糊已經不是一點點了 這有點像是整個畫面起霧的感覺 你們可以看一下現在這是60幀嘛 然後等一下切換到超級防手震 這感覺就是上面抹了一層白霧 所以這個部分我個人覺得應該是演算法上有一點問題 可能之後看華碩那邊會不會修正吧 因為理論上如果你只是裁切畫面去做防手震的話 不應該有這麼大的畫質差異才對 那我們一樣回來看一下它的視野 在視野上呢也是有一點點的差距 但是這個差距沒有我們剛剛看超廣角來的那麼明顯 可是這個畫質就真的真的非常的誇張 這裡到這裡 而且在顏色的整個色溫上好像也不太一樣 就除了整個變模糊之外 好像有一點偏藍色的感覺 所以這個部分這裡看起來我覺得是蠻明顯的啦 然後這邊60幀的部分也是一樣 整個就模糊掉了有沒有 所以如果以我自己來講啦 我絕對不會在主鏡頭的情況之下 去開啟超級防手震來錄製 因為畢竟我們剛剛在防手震測試的時候 看得出來它的效果並沒有很明顯的差異嘛 可是在畫質上卻有相當明顯的差異 所以呢這個部分大家看完應該就知道該怎麼做了吧 那我們在錄影的時候除了定點之外 還有一種就是會做搖鏡 從左邊晃到右邊 那我們來看一下在搖鏡底下 他們呈現出來的效果分別是怎樣吧 第一個我們來看的是超廣角 那畫面會從右邊搖到左邊 一樣上面會有各個不同的解析度跟幀率 大家可以看一下在這種情況之下搖鏡的時候 它的表現差異分別在哪些地方 那我們一樣等一下最後的時候呢 我再來跟大家講解跟分享 那其實這個地方你現在看就已經非常清楚了啦 30幀跟60幀其實有一個很明顯的差異 就是在畫面的柔順度上面 也就是那個字在晃動的過程中 它模糊的一個程度 好那因為這個主要就不是看畫質的 我們主要要看的是 我在這樣晃動的過程中 到底如果我想要做搖鏡的話 哪一個幀率哪一個解析度 對我們來講是比較好 那畫質我們剛剛已經試過了 一定是4K比較好 所以呢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它在搖動的過程中 這些字的表現 我們就以這個地方的字來看好了 30幀在晃動的時候 它的表現是這個樣子的 那個字其實你很難看得清楚是什麼 除非你按暫停 好那接著我們來看一下60幀 在60幀你就會發現它相對的柔順非常多 好那我們再來看一下4K 4K30幀 一樣它也是非常模糊的 好因為晃動的過程中 它沒有辦法很準確的捕捉 可是在4K60幀的部分 它的表現就還不錯了 所以如果你是要做搖鏡的話 然後不在乎容量大小的話 你可以考慮用4K60幀下去錄製 那這樣的話 你會得到一個比較好的搖鏡品質 不過我們現在這個 它還只是超廣角 那我們來看一下主鏡頭的部分吧 這個是主鏡頭的部分 那我覺得它在搖鏡上應該會比超廣角更明顯 因為它的焦段比較長一點點 所以在柔順度上 應該就更看得出來60幀的優勢喔 有沒有這個其實差異就還蠻大的 那接下來我們會進到4K 其實我覺得這一次 它在4K錄影上面的表現是還蠻不錯的 尤其是4K60幀 所以如果你沒有儲存空間的考量的話 4K60幀在白天的時候 真的是還蠻值得用的 尤其是你有要搖鏡的時候 好啦 其實該注意的重點 剛剛大家應該已經都注意完了 就是我們剛剛在看超廣角的時候 已經有跟大家講該注意什麼地方了 所以呢 在這次看這個主鏡頭 我相信在播放的過程中 大家應該都已經看出它的差異了 那我個人就是像剛剛建議的 如果大白天的話 可以考慮用4K60幀 來錄製你搖鏡需要的畫面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超級防守陣 在主鏡頭跟超廣角上 對於搖鏡到底有沒有幫助 雖然我個人是不抱什麼希望就是了啦 好那現在這個是主鏡頭 主鏡頭的話就是60幀 因為我們知道60幀是比較好的吧 那在畫質上來講當然就 就是超級防守陣會比較差 這我們剛剛已經驗證過了 好那我其實在剛剛的畫面裡面 我已經發現了一個問題了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出來 好那是這樣的 你們注意看一下喔 我在搖鏡的時候 其實這個畫面是還蠻平順的 就是一路這樣子晃過去 並沒有什麼停盾 但是超級防守陣的情況之下 它會變成好像搖一下盾一下 搖一下盾一下的感覺 好那我們從超廣角這邊看 整個在沒有超級防守陣的情況下 是非常平順的 但是進到了超級防守陣之後 有沒有搖一下停一下 搖一下停一下 有這種感覺 所以呢如果你要做搖鏡的話 超級防守陣就不要開了 那透過這些測試呢 我們就可以知道 我在什麼情況之下 應該要用什麼模式下去錄影 這才是我們做這個錄影評測 最重要的一個目的 好那再來我們還有一個長焦鏡頭 那我就直接放定點跟搖鏡吧 防守陣沒有做是因為 沒有人會開長焦鏡頭 然後邊走邊錄的 好所以呢我們看一下吧 這個是在定點的時候 其實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他的晃動已經是被控制的非常好了 那搖鏡的話 原則上不會有人用長鏡頭去搖鏡 因為焦段越長 他搖出來畫面會越糊 可是我們剛剛看到了 在定點的部分 他的表現是非常好的 尤其是光學防守陣的部分 有把這個控制的非常好 並沒有讓他晃動的過度厲害 所以我覺得這個地方表現是還不錯的 好我們日間看完了 接著來看夜間吧 夜間我就把那個 超級防守陣的走路把它拿掉了 因為我們已經知道 他其實沒什麼太大的幫助 那夜間的話 防守陣有更重要的東西要注意 我們來看一下吧 首先是超廣角的部分 一樣這個是走路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效果 從這個地方呢 其實要跟大家講的是 你可以注意到 60幀他的畫面普遍比較暗 然後防守陣的效果普遍比較好 那左邊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他在走路的時候 會有一種 很像東西有殘眼的感覺 那這個主要是因為 幀率影響了他的快門速度 那因為在模糊的情況之下 會導致EIS的計算上面會有問題 所以就會產生這個情況 這是目前EIS防守陣 沒有辦法去克服的一個部分 那光學防守陣 就不會有這種問題 但是我指的光學是指說 你使用三軸穩定器等等的東西 並不是指手機裡面的OIS 因為手機裡面的OIS 他的修正幅度 還是沒有那麼大的 所以你看右邊 這些60幀的畫面 他就不會有這麼明顯的晃動 有沒有 雖然還是有一點點 但是至少沒有到那麼明顯 所以如果你是夜間 然後你要邊走邊拍的話 我就會建議你用1080P 60幀 或者是用4K 60幀 那因為在夜間的話 其實這兩者的畫質差距 並沒有說到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你可以自己考慮 如果要省空間就用1080 那如果要比較好的畫質的話 你就用4K這樣子 那剛剛是廣角鏡頭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主鏡頭 基本上主鏡頭也是差不多的 只是說在主鏡頭的部分 他在右邊這個地方 60幀的地方 他就殘影的部分有多一點點 尤其是4K的部分 可能是在運算上面比較吃力一點吧 那左邊的話當然就是 會晃得比較嚴重啦 所以其實夜間的話 我們目前這樣看起來 你一樣是用60幀來拍攝會比較好 那至於4K跟1080P 你就可以自己決定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超廣角在夜間 他定點錄影的一個情況 那夜間的話 我們其實主要看的是 他的曝光 也就是說在不同解析度底下 他的曝光程度有沒有影響 會不會有一些地方太亮 一些地方太暗 然後找出在夜間最好的一個拍攝模式 好所以這個地方我們就是一樣 每一個解析度都給他稍微看一下 然後等一下我們再來做比較 那從我們剛剛的畫面來比較啊 30幀跟60幀其實在畫質上 是沒有什麼差異的 然後在曝光的亮度上 也沒什麼差異 那1080P的60幀跟4K30幀 就是換個解析度啦 他的差異就稍微明顯一點點 我們可以看到這裡的這個字 是幾乎快要不見了 但是進到60幀之後 不是進到60幀 進到4K之後 這邊就稍微清楚一點 然後中間的這個字也是一樣 那在曝光上是沒有太大的差異的 另外我們可以注意到的是 他在這個地方 1080MP的時候 好像是採用模糊的方式去降噪 所以呢這邊沒什麼噪點 但是上面的紋路就不見了 到了4K之後 上面的紋路出現了 但是噪點也隨之而來的出現了 所以兩者在降噪的方面 可能做法是不太一樣的 那這個地方如果是我的話啦 我自己可能會選用4K來拍攝 那4K的30幀跟60幀 在夜間看起來 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所以如果要定點錄影的話 用4K30幀錄製 可能可以幫你省下一點點的空間 因為畢竟 他還是差了將近快一倍的大小 就是50Mbps跟80Mbps嘛 所以呢還是有所影響的 那如果是我自己的話 定點錄影夜間 我可能就會用4K30幀來錄製 再來是夜間的主鏡頭定點錄影 那我們一樣來看一下吧 從最後這個畫面看起來 他在曝光的表現上是差不多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畫質吧 30幀跟60幀在1080p的部分 差距並不會很大 那我個人是覺得60幀好像略好一點點 好那再來是4K的部分 4K跟1080p也是只差一點點 我自己感覺啦 看起來是只差一點點 然後再來4K的30幀跟60幀 好像就比較沒有差 所以主要是4K跟1080p會差一點點 那這個差距如果是我的話 我應該會選擇用1080p來錄吧 畢竟比較省空間一點點 再來我們看一下超廣角的超級防守陣 雖然說我對他已經不抱希望了 但是夜間他的曝光表現是怎樣 有沒有差別 我覺得我們還是可以來看一下 好那我們就來開始吧 這個是沒有超級防守陣的情況 然後這個畫面是超廣角的 對那我們可以看得到就是畫面被放大了 這個就是有超級防守陣的情況 那說實話啦 超廣角在白天他的超級防守陣 差異畫質上並沒有那麼大 但是在夜間好像就比白天再大一點點 等一下我們再稍微看一下吧 因為我個人覺得是這樣 至於曝光表現上 我覺得差距並沒有非常明顯 所以曝光應該是差不多的 那主要就是這個畫質差異 我覺得夜間的差異好像比較大一點點 好然後60幀的 60幀反而差異就還好 他就是60幀跟白天比較像 但是30幀的感覺就是差異是略為大了一點 好那我們再來看一下一個吧 好下一個就是主鏡頭的部分 一樣是超級防守陣 那我在想等一下進去超級防守陣應該會很慘 依照我們白天這樣看起來 對吧你看這根本就是上面 抹了一層糊 好啦 這個是預料中的結果了 那至於超級防守陣有沒有讓畫面 在夜間看起來更穩呢 我自己覺得 好像差不多 因為他原本就已經很穩了 所以 這些都是手持拍攝的 並不是架腳架 所以呢 可以發現在夜間他的EIS的穩定性 其實也都還蠻夠的 好那這個應該不用多講了啦 畫質差異 所以你絕對不會在夜間把它打開來的 然後曝光上來講 這個超級防守陣的曝光比較差一點點 從這個包的部分我們就可以看得出來了 好所以結論 超級防守陣在主鏡頭絕對不會被打開 接下來這個是夜間搖鏡的一個表現 那我們現在看的是超廣角鏡頭 那超廣角 前一代任風6在夜間的表現 錄製起來真的是蠻糟糕的 那這一代其實看得出來有蠻顯著的進步 其實不管是夜間還是白天都一樣 不論是在曝光上 或者是在這個畫質上 都有一個明顯的進步 那這邊的話看得出來就是 他的降噪方式也是不太一樣 到了4K 他的噪點剛剛很明顯的跑出來了 這個等一下大家看應該就知道 好那我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30幀 雖然說比較模糊 然後這個地方曝光是比較嚴重一點點 不過超廣角來講我覺得這樣還可以接受 因為任風6是連這一塊都全白的 所以這個部分已經算是有進步了 然後在60幀的部分 這個也是一樣 我們上次已經知道他的幀數影響不大了 好然後這個你可以看到他的噪點 就特別的嚴重有沒有 所以到了4K之後 他主要就是噪點的問題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主鏡頭吧 那主鏡頭的話 其實單就這樣看起來啦 這邊的表現是有稍微好一點 好那我們看一下吧 那在主鏡頭的話 因為現在是30幀的搖鏡 所以我是覺得那個上面的字要看清楚 是不太可能 尤其是在夜間 那60幀看起來就好很多有沒有 包含說上面那個人啊 然後這些曝光的一個表現 是好非常多的 那這個地方 4K30幀表現也都還可以 主要就是在晃動的時候 智慧模糊 然後4K60幀的表現 我個人其實覺得還算滿意啦 就是跟任風6比起來的話 也算是進步非常多了 接下來又是讓人很不信任的 超級防守陣模式 那我覺得大家就看一下吧 順便跟大家提一下 上面這裡寫廣角的 它其實就是主鏡頭 我們的主鏡頭都稱為廣角鏡頭 那超廣角就是超廣角 所以它是不太一樣的 那我之前我真的應該要打主鏡頭了 不要打廣角啦 因為打廣角有的人會誤會這樣 反正它就是廣角就是主鏡頭 然後超廣角就是廣角鏡頭這樣子 再來是我們夜間的最後一支影片 就是長焦的定點跟搖鏡 其實我還沒開始播 你就可以看到它其實有點糊有沒有 這個部分我可以理解啦 因為這一次第一個是 它的單位感光像素並不高 所以呢你在夜間的時候 它本來進光量就不太夠 那進光量不夠 你又要維持一個好的亮度 就必須要放慢快門的速度 那就會導致它模糊 那模糊的話 你的ES防守陣在判別上就會有問題 所以這一次我在想 應該會有很多晃動模糊的一個情況 有沒有像這樣晃一下晃一下 果然跟我想的差不多 好那搖鏡就更不用講了 白天搖鏡其實都不太OK了 夜間搖鏡就算了吧 不會有人用長焦鏡頭在搖鏡啦 好所以長焦鏡頭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就把夜間的部分也把它看完了 接下來我們來做一下收音的測試 這個地方會有3D環繞 正面收音、背面收音 還有焦點收音這四種模式 另外我們也會做一下抗風罩的測試 看看在抗風罩開啟跟關閉的情況之下 人聲的表現到底是怎樣的 這個地方最好是可以戴上耳機來聽 可能比較能夠聽得出差異 那我們就開始吧 首先我們第一個測試的是3D環繞 那我會拿著手機 然後放音樂 讓它繞著電風旗去環繞 好了 好 在這後 這些地方 我們會把餐廢 然後 接着我们测试的是手机正面收音 那现在我们在正面放音乐 然后我会慢慢的把它移到后面 现在在正面 现在又到了后面 接下来我们测试看看手机背面收音 那音乐会从正面开始 然后现在到了背面 就回到了正面 接下来我们来测试的是聚焦收音 那它就是焦距放大的时候 它会针对那个地方去加强收音 所以有没有觉得这个收音越来越好 那我现在往后退 好我们再试一次哦 接着我们来测试一下它的抗风罩 接着我们来测试一下它的抗风罩 我现在抗风罩是没有开的 然后这个风你们可以从我头发的晃动来看 这个风其实算是蛮大的 好接着我把它贴成另外一个抗风罩模式看看 好现在风的大小是差不多的 但是我把抗风罩模式给打开了 所以不知道你们觉得这样子的抗风罩效果是怎样的呢 那目前我的手机的收音是正面收音 所以你们可以听听看我在正面收音的时候它的效果 那接下来我会把它转成手机背面收音 然后我用一样的音量再去讲话 你们随便听听看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它的效果是怎样的 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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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现在就是采用手机背面收音 好接下来这个是环绕收音 好接下来这个是环绕收音 好就是测试一下如果我拍的是环绕收音 好我能这样子在自拍的时候讲话 它的效果是怎样的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视野的测试 这个测试主要是要来看 在各种不同解析度底下 它能够录出来的范围是有多广 那这个可以帮助我们再判断 如果我需要一个比较广的拍摄范围的时候 我应该用哪个解析度下去录制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1080p 30帧 然后是主镜头 这边的话我是左边尽可能的对齐 这里跟这里 好那我们看一下 现在是1080p 30帧 那我们往下切 这个是60帧 所以30帧跟60帧我们这样看起来 它的差异是差不多的 几乎是没有变的 好那接着我们再往下看 这是60帧 再往下是4k 30帧 你可以发现 4k 30帧的视野有小一点点 有没有 你看右边的这个地方 这里的英文字 现在是60帧 然后变成4k 好这个字就不见了 所以呢 4k的这个视野是有小一点的 那到4k 60帧 它又回到原来的位置 所以4k比较小 另外4k 60帧跟1080p的30帧 60帧 它的视野是差不多的 那后面还有一个8k 8k其实在略小一点点 但是还是比4k大 那刚可能会有人问说 为什么我都没有做8k的影像 那一方面是因为 我的电脑那个时候是 跑不动8k的画面的 所以呢我没有办法做 另外8k它现在其实算是一个噱头 因为8k的话 第一个你录出来它的体积非常大 那你可能录一下 你的储存空间就满了 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 现在其实也很少有 支援8k的一个播放设备 不论是你的手机 或者是你的电视 可能现在都是支援到4k 那你要到8k真的 目前是没什么太大的意义 而且感光元件那么小 录到8k 并没有特别有意义 所以呢 我就没有做8k的评测 但是我会录一段8k的影片 到时候把它放在我的副频道 所以呢 如果你想要看8k的影片 呈现出来的效果的话 到时候你可以到副频道去 然后也记得帮我订阅一下副频道 这样到时候我发片你才看得到 好 那我们接着再往下看吧 那我们一样有超级防手震嘛 虽然我们可能不会用它 但是还是要看一下它的视野范围 好这个是超级防手震 在1080p30帧的时候 那因为它只有30帧跟60帧可以用 所以其他的地方都用不到 那你可以看得出来 它30帧是有小一点 然后60帧基本上就是比 这个 原本没有超级防手震的 在小一点点而已 所以在视野差异上 以主镜头来讲 它的差距并没有到非常非常的大 接着我们进到我们的超广角镜头 那一样左下角我是对齐这个杆子 然后左边是对齐这里 那右边目前看得到是到条码这个位置 好然后现在是1080p30帧 我们把它切到60帧 可以看得出来60帧的范围 是比30帧还要窄的 接着我们再进到4k 那4k的话又比刚刚的60帧还要再窄一点 有没有 接着我们再看一下4k的60帧 哦60帧的部分好像跟刚刚1080p的60帧是差不多的 所以啊 从这次的解析度里面来看4k是最窄的 然后再来1080p跟4k的60帧是一样大的 那最广的部分就是它的1080p 所以如果我想要录出一个最广的画面 我就应该使用1080p去录制 那一样超广角有超级防手震嘛 所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吧 好这个是超级防手震1080p30帧的部分 所以它比我们原本的1080p还要窄一点点 大概可能是我们刚刚4k的程度 那再到60帧 其实这个地方我的画面有稍微旋转到 但是从这样子看起来啊 60帧好像有再窄一点点 不过这个差异不大 反正超级防手震也不会开嘛 所以这个部分就大家看看就好了 好啦于是呢我们就把这次的录影评测 通通都做完了 这是一个非常辛苦的过程 你们可以看到这么多的档案 然后每一个都要亲自的去录制 然后整理 最后再带大家一个一个来看 所以呢真的是花了非常多的心力跟时间下去做 如果看到这边 你觉得我这个评测做的还不错的话 记得帮我按个赞 然后或者是留个言鼓励一下 可以的话呢帮我主频道跟副频道都订阅一下 这样才不枉费我这么辛苦的帮大家整理这些东西 好啦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了 分享无损于己有助他人 我是鱼 我们下次见啰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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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